全地正在渴望的 是让全地被神的荣耀充满 台湾的教会或是亚洲的教会 我们所需要建立的文化之一 其中一个就是欣赏跟拥抱 跟我们有不同恩赐跟呼召的人 告诉我就是神放在每一位领袖的DNA里面 有一个对智慧的渴望 这个领导人是会兴起其他的领袖的 甚至这些人他兴起的领袖 正是超越他的领袖 我跟大家分享关于天堂 然后天国的文化是怎么样影响地上的文化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在地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知道在地上魔鬼所做的工作 是非常毁灭性的 但是我们不太知道天堂是怎么样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要认识天堂天国的运作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要在地上要捆绑跟释放 我们要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已经被捆绑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被搅扰的时候 我们要捆绑仇敌的那个搅扰的工作 在那人的生命里面 因为在天上 没有被允许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在天上的工作是被捆绑的 因此在地上的工作也应该是被捆绑 所以我们很熟悉魔鬼的作为 我们知道他来是要偷窃 杀害跟毁坏 所以死亡跟毁灭 还有偷窃都是他的作为 而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受高 要去恢复 要去医治 要去解决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婚姻 已经在一个边临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要离婚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伪生去恢复 我们碰到一个生意不兴盛 而且可能要面对到破产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要伪生去帮助的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疾病当中 或者是在急身的脚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要投入去帮助他们 我们要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已经被捆绑的 我不知道台湾的用词是怎么说法 在美国如果我要去买一台车 如果假设我是用车袋 然后每个月缴多少钱 假设我们用这样一个例子 我每一个月付大概差不多六千块台币 然后要付四年 假设一年付完这些房子 付了一年的车贷之后 我累了我不想再付车贷 然后我就跟银行说 哎呀我已经不想 我已经感觉到厌烦 每个月要付这个车贷 我决定了要留住这个车 可是不想继续付这个车贷 银行一定会说 当然不行了 你有签合约 这个签约是有约束力的 因为我签了这样的一个合约 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 要来履行这些付款的这些约束 他们有权利要来强迫我要付这个车贷 要不然的话他们把车就可以拿走 这个合同是有约束力的 这个约束又可以这样说 就好像这个合约 我被这个合约绑住了 以至于我必须要履行我所做的承诺 圣经上说我们要来捆绑仇敌 我们也是把他绑住在一个合约合同里 那这个合约是怎么说呢 我们有权柄可以践踏他 然后毁灭他一切的工作 圣经上说我们要践踏蛇和蝎子 讲到的是要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 当魔鬼说你不能够这样做 我们就把他绑住在 这一个神所设立的这个合约里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过黑暗全世的原因 是因为耶稣代表我们 为我们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们也经历过我们也知道那种失去 失落毁灭死亡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人生当中 会碰到什么样的东西是在天国在天堂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已经被捆绑的 在马拉夫第十六章的第二个部分的这个命令 是说到要释放在天上已经被释放的 我们要释放然后要赋予能力在地上了 是在天上已经存在的 当我们没有遇见主的时候 没有遇见神的经历 没有这种天堂的经历 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见识 或者这样一个看见 可以释放在地上 在天上已经被释放的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任务之一 这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已经捆绑的 释放在地上 在天上已经释放的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经文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第八节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第十二节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第十二节 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他在讲的是什么 他刚才跟他们说 就是我们的得救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出生一样 重生 那个孩子生产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但是他描述的却是一个属灵的现象 所以他讲我们的得救 是一种属灵的重生 所以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过程 一个自然的生产过程 他用来描述这个属灵的得救的过程 然后接下来他要尝试来描述一个信徒 一个基督徒 他会有的一个性情 第八节 他来描述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风一样 你明白这个比喻的方式吗 他用的是两个自然界的现象 一个是生产 一个是风 来彰显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 还活着吗 大家 OK吗 明白我在讲了吗 所以在第十二节 他说我在对你们讲地上的事 生出来 像是风一样 当我跟你讲这两个自然的现象 你却不明白 没有调望你们的信心 那我怎么样能跟你讲天上的事呢 有一些地上的事 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属灵的意义 或者是它带出来一个属灵的意义 我们刚才看到两个东西 这个生产的过程 其实讲到的是 从生得救 那圣灵引领的信徒的生活 就好像是风吹一样的引领方式 还有很多自然的现象 我们可以来用来表示 来预表这样的属灵的生命 比如说撒种跟收成 如果你种玉米 你一定会收玉米的收成 如果你种的是怜悯 你会收的也是怜悯 他在告诉我们的是 在基督耶稣里的生活 生命是怎么样运作运行的 有自然的法则 有自然的法则 其实可以告预表 属灵的生命的法则是如何的 如果我种玉米 我没有办法期待会收苹果 我只会收玉米 如果我种的是苦毒跟愤怒 我会收的一定也是苦毒跟愤怒 如果我种的是慈爱 是恩慈 我会收的也是慈爱跟恩慈 圣经上说连续人有福 因为他们必得连续 大家还明白吗 我花太多时间解释这个部分 因为你都眼睛大了 看着我看 所以你让我有点紧张 开玩笑的 所以耶稣说 如果告诉你们 关于这些地上的事 这些东西代表的是属灵的真理 可是你没有办法 把这两个关联性连起来 那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 天上的事 那些天上的事 是没有地上的东西 可以来预表或来帮助你理解的 讲得真好 他想要跟我们讲关于他的世界 因为不是他所有的世界的东西 都连接在地上的这些现象 在他的世界里面 有一些的东西 是跟我们地上完全不一样 他要我们释放在地上 在天上已经被释放的 他的渴望 他的期待 要让神的荣耀 遍满全地 很多的基督徒认为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那个事情才会发生 那如果这样的 因为我们长大 基督徒长大成熟 就会发生的话 那会怎么样 圣经上说 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 那在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里面 如果我们有一个责任呢 我们要好好地代表 他在这个地上 然后我们寻求他的面 然后我们学习 关于他的世界 你知道每一天忙碌在我们这些 地上的琐碎的事情当中 是很容易的 然后完全忽略了 我们应该要先求神的国 你知道每天在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跟问题当中挣扎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 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要去哪里 我的儿子Brian 他其实在过去一年多前 他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他当他出来之后 他说的这一句话 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说如果到最后 你所剩下的只剩下神 你要这样地来思想 这个都是一个礼物 他说如果你所有的东西 唯一剩下来的只剩下神 你要想这是一个最大的礼物 为什么 因为你拥有在全世界 在你生命当中 唯一可靠的 而且在这个可靠的根基上面 是可以建造你生命的 我要你跟我来看第13节 这是依据12节的这个概念 继续延伸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有一些的翻译 没有那个人就在天的那个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文 我要你跟我一起来思想 在这个阶段 耶稣还没死 对不对 他也没有从死里复活 他还没有升到父神的右手边 他也还没有得荣耀 这都在他的受死之后发生的 可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 耶稣说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 他说没有人生过天 除了人子之外 他在指的人子是谁啊 就是自己对不对 他说没有人生过天 除了一个人 他指着他自己 我要提醒大家 他还没死 他也还没有复活 他还没有升到父神的右手边 可是他在描述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秘密 他有那一个经历是他升到天上 使徒保罗后来用了 找到一个用词可以来描述这个 他说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坐在天上 有多少人记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 我们是坐在天上 在基督里 坐的意思是代表 我们在一个安息的姿态当中 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赚取那个位置 我们是安息或者是 安歇在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作上 所以耶稣尝试要吸引我们 进入他的个人的经历里面 第十二节他说 如果你不明白地上这些自然界的事情 那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建造你的知识 跟你的见解 让你可以明白天上的事情 你困惑了吗还是还OK 有点困惑了 他说没有人生过天 除了人子之外 他在说的是什么 他说作为一个人子 住在地上 他仍然会升天 他甚至最后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 这个除了从天降下 现在仍旧在天的人子 你可以想象门徒们看着耶稣 他可以看得见他 他可以听得见耶稣说话 他们甚至可以摸着耶稣 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耶稣说我人就在天 他尝试要显明一个真理 是非常对于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奥秘 我们是两个世界 两个国度的公民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尝试要 在我们的问题当中 说服神 介入到我们的问题里面 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大部分对祷告的认识 是我们在地上 呼求我们的父神 介入到我们的环境里面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 你应该要怎么样祷告 你有没有在福音书里面 新约里面 看见任何时刻 耶稣求父神 介入来医治一个病人 你没有办法在福音书里面 找到任何的例子 你有没有看过耶稣 在福音书里面 有任何的例子 跟父神求说 父神求你来捆绑这个邪灵 因为它真的带来 很大的问题 没有耶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耶稣虽然他是神 但是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运行在一个人的形象 跟样式里面 完全依靠神的 所以他认识 他认识 所以他的思维 他所生活的方式 显明了一个怎么样 在地如在天的一个思维 在地上生活 却是从天的角度 来在地上生活的方式 所以耶稣向我们 显明了他的服事 他的侍奉的那个秘诀 人子虽然站在地上 可是他同时也在天上 因着这个原因 他可以在地上释放 在天上已经释放的 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过耶稣 很多次是昼夜祷告 我要这样地说 可能在那些小时 当他与父神相连相交的时候 他看见到父神对于人的心情 他看见到从父神来 他的使命跟他的任务 当他遇见到一个疾病的人 他不需要跟父神求他来医治他们 他已经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他命令那个医治来到 他从来没有问父神来毁灭 仇敌魔鬼一切的作为 父神给他这个使命 这个任务要来指使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求父神说 求你来捆绑这个邪灵 因为父神叫他来做 很多时候听见基督徒的祷告是这样子 那个祷告听起来像这样的一个祷告 神我们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中间 求你来捆绑魔鬼 他吩咐我们要来做 他说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会被捆绑 你知道如果你这份工作 一直不好好做 一直叫你老板帮你做 你的份内应该做的 你大概很快就会被炒鱿鱼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计划 当他说你来做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生活模式 我们的思维是 我们要叫父神 介入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来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模式就会常常求父神来做这一些的事情 如果我们学会怎么样在基督里来生活 如果我们学会察觉父神的 他对这些人 他父神对于人的那种心 我们永远不需要做这个祷告 说如果是你的旨意 请求你来做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看见到父神的旨意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遇见到他的心 所以当我们遇见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如果我们可以说父神对我们国家的心意 或者是盼望 或者是对全世界的心意跟盼望是什么 他的心意是要全地被神的荣耀给片满 因为天堂天国就是如此 他的荣耀也就是他彰显的同在 是无所不在在天上的 他对地球的心意也是如此 那用一个很实际的方式 神的荣耀怎么样能够遍满全地啊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们看见到在迦南婚宴的这个神迹 这是耶稣把水变为酒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 也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很奇妙的耶稣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一个宴会上面 在一个party上面发生的 通常我想到神行神迹 我都会想耶稣在作为这个神迹 是要拯救人的生命 我们昨天还听到一个见证 就是一个礼拜前我们所服侍的一个人 他们是快要在 已经是癌症末期了 快要死去的这样的病患 现在一个礼拜之后 所有的肿瘤都消失了 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 然后整个的体力都完全地恢复了 当我想到神迹的时候 我想到是这些神迹 可是耶稣决定他的第一个神迹 要行在一个宴会上面 而且他做的这一件事 感觉上没有任何永恒的意义 也没有赦免 不是赦免人的罪 也不是医治一个快要临死的人 也不是叫死人复活 是在一个婚宴上面 给他们更多的酒喝 这个应该要向我们启示一些东西 讲到神的属性 祂跟我们想象的是很不一样 祂不是不小心 祂也不是好像不稳定 但是祂会欢庆的是远超过我们每一个人会欢庆的 圣经上描述耶稣的喜乐 是远超过祂所有周围的人 祂的喜乐是远超过所有祂的同伴 因为神是最会欢庆的 所以祂第一个神迹是在一个婚宴上 在这个神迹完之后 在第十一节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显出祂的荣耀来 祂的门徒就信了祂了 我要你看见的是这个 耶稣让水变成酒 所以这不是气泡水了 现在是酒 帮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帮他彰显他的能力的时候 帮他显明他的心的时候 荣耀释放在当下的氛围里 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 彰显了他的荣耀 你会在启示录里面不断地看见 就是讲到能力跟荣耀 都是几乎是连在一起 因为当神的能力彰显 神的荣耀也就显出来了 这个大家可以明白吗 神的能力彰显 一个神迹发生了 可以是癌症的医治 可以是死人复活 也可以是水变酒 每一个神迹都彰显神的荣耀 那全地要怎么样 遍满神的荣耀 全地要怎么样 遍满神的荣耀 那个吉他刚才给我的反应 跟你们一模一样 他什么都没说 所以神的荣耀怎么样 遍满全地啊 其中一个神释放他荣耀的方式 就是透过能力啊 在基督里 我们的本 原本的性情 就是要彰显能力的 这是 刚刚我们看见 一个疾病的人 我们里面 动了那个慈心 动了那个怜悯的心 这是我们 原本在基督里 会有的性情 一个被搅扰的人 在基督耶稣里的 我们的性情 应该是会有怜悯的心 我们受造 原本就是为了 陪伴那些 最有需要的人 然后为他们祷告 做信心的宣告 这是神主要使用在地上 彰显祂荣耀的方式 do you remember in Matthew 24 where he says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to all the world and then the end will come 在马拉雅福音第24章 他说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末日才会来到 do you remember that passage 你记得那段经文吗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all the earth then the end will come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那教会把这个经文的 解释成什么呢 我们把福音的信息 传遍到天下 然后末期就会来到 可是这不是耶稣所说的 他不是说 那个救恩的福音 他说天国的福音 救恩的福音 有包含在天国的福音里 是天国福音的 其中一个一面 你仔细来看 在圣经里面 来看马拉雅福音第3章4章5章 当天国的福音 传扬出去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总是伴随着能力的彰显 当我们讲到 神的国度 神掌权的福音 传遍的时候呢 一定会带下能力的彰显 天国的福音在那边宣告是什么 他是主 胜过所有一切的主 就在这一刻 就是现在 包含的是他可以胜过你 现在身上所经历的搅扰 在你思想里面的搅扰 在你家里面的混乱 他现在就是你这一切的主 你所有需要的答案 就在这个国度里面 是你可以得着的 这就是天国福音的本质啊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就会祷告 然后我们就给予神机会来彰显 祂的那种挥霍的爱 不是在乎我们多重要多伟大 这不是在乎我们的恩情有多强 也不是我们的伟大的信心 这些东西也有它的位置 可是在那个当下 我们是为祂预备那个空间 让祂能够成就 祂所渴望要成就的事 所以用白话文 我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传遍全部的族群 然后末期会来到 我们这样说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而且是神的大能要彰显 来支持这个福音的传扬 就像耶稣传扬天国福音 彰显神的大能一样 所有不同地区 所有不同的族群 经历到天国的福音的这个好消息 是已经离他们非常靠近 是他们可以得着的 只有那个时候 也只有那个时候 末期才会来到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 讲到摩西与主的关系 在这故事的前面 神跟摩西说 我不会与你一起去应许之地 然后摩西就跟神说 如果你不去 我也不去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交谈 因为神已经告诉摩西说 我不去了 但是我差遣一个天使跟你同去 他会确保你可以得着 所有我应许你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现在摩西可以有的选择 他们可以继续留在旷野 每天吃马纳 每天三餐都吃一模一样的 或者他们可以跟天使一起去 然后得那个丰盛之地为业 在那个地方 他们的渴望会被满足 所有神对他们的应许 都会实现 摩西看着应许之地 然后看着他们现在 所卡在那个地方的旷野 然后他就跟神说 神如果你不去应许之地 我也不去 我宁可在旷野里面吃马纳 胜过去跟着一个天使 去到应许之地 我很喜欢摩西跟神之间 常常他们的那种交谈的内容 在圣经里面那个对谈当中 最有趣的真的是 摩西跟神很多次的对谈 都非常有趣 神跟摩西说 摩西你闪开一边 我要灭绝这些所有你的百姓 你带离开埃及的 摩西说 他们不是我的百姓 这是你你的百姓 不是我带他们出埃及 是你带他们出埃及的 然后另外 如果你不带我们进一曲之地 列国都会说 你做不到 你一开始说 你要做到的事 然后神说 你对了 你对了 这个对话很猜奇 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说 不是我的百姓 是你的百姓 我没有带是你带啊 然后神说 对 对 对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的对谈 所以在这一刻了 第十四节 神回应摩西说 我必须亲自和你同去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要求 因为摩西在那个时候 已经看见神的那种面向 是当时没有任何人看见过的 跟我一起想象一下 Moses climbs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摩西登主的山 他四十天中夜 没有吃也没有喝任何东西 当摩西跟神在这个山上 在他们的开会当中有很多的闪电 然后有闪电 有雷鸣 然后地震了 以色列怕死了 然后摩西是在这个中间 与神面对面 以色列人甚至要靠近那一座山 他都不敢靠近 因为他们不想死 然后摩西站立在所有这些当中 喜悦神 这一个人 有一个请求 我想要看见你的荣耀 什么东西应该要遍满全地 像是水充满洋海一样 是神的荣耀 对不对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耶稣行完第一个神迹 什么东西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 摩西有好多次遇见神的经历 他有很多遇见神的经历 其实坦白讲听起来 真的还蛮可怕的 然后他跟神求更多 在圣诗里面只有一个 摩西只有一次 这样的经历 他从主的山下山的时候 然后来到百姓的中间 在一个遇见神的经历中 他的脸反射出神的荣耀 只有一次 是这一次 那这一次的经历 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他看见到他的荣耀 那神怎么解释他的荣耀 就是他的恩赐 他的良善 我们的面容 当我们遇见到他的良善 他的恩赐 一定会改变 什么东西要遇满全地 神的荣耀 另外一节经文说 认识神知识的荣耀 那神的荣耀怎么样彰显 他的良善 他的良善 你记得当神 让彼得可以 打到两艘船 满载的鱼吗 彼得就自己说 我是个罪人 神向一个不配的人 彰显他的恩赐 跟他的良善 当他看到 彼得的良善 彼得跌到他的腿 当他看见到 神的良善的时候 彼得的反应是什么 他跪下来 承认他是个罪人 你记得耶稣看见 在桑书上面的撒盖吗 所有的人都启示他 嘲笑他的那个撒盖 我相信所有的人 都启示他 我相信所有的人 都期待耶稣 可以责备他 然后咒骂他 可是耶稣却邀请他自己 去到撒盖的家里 在那个恩赐的一个行动里 坐在那个不配得的人的身上 在那个恩宠的行动里 他开始悔赶 然后偿还过去 他所做错的事情 我想要跟大家说的 全地正在渴望 正在等候的是什么 是他们渴望知道 神的良善的知识 全地正在渴望的 是让全地被神的荣耀充满 这是神良善的彰显 在我们的 城市 有发生过 两次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有几个是 几个所谓的 德莱苏的咖啡店 像是星巴克的德莱苏 你开车 开去就可以 直接在车上就可以点 然后你可以点你想要喝的咖啡 然后到下一个窗户那边 然后就付钱 然后拿了你的咖啡 就继续开走了 有两次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一个人 他要来点他的咖啡的时候 开车就要点他的咖啡 他拿了他的咖啡 然后他说 我想要为我后面的那台车 我帮他买单 我要请他一杯咖啡 我要付我的咖啡 也要付他们的咖啡 这样发生很多次 但是有两次 下一台车开过来 然后那个店员跟他说 你的咖啡已经被人家 人家已经帮你付了咖啡 刚才那台车 他帮你付了你的咖啡 他说好好哦 那我就为我后面的人 付他的咖啡好了 你就结束了 然后下一台车开过来 然后下一台车开过来 然后下一台车开过了 我也说 你咖啡已经有人帮你买单了 他说你的咖啡已经有 真的买单了 刚才前面那台车 他帮你付了你的咖啡 她说好好哦 我也帮我后面的人的车 我请他一杯咖啡 我们有两次发生 然后这样的一个行动 六个小时之久 六个小时 发生什么事 我是这样怎么看 当我们在做天国的事情 就彰显了神的同在 彰显了神的荣耀 所以第一个人 他在天国的一个文化 他活出一个康财的生活模式 他就为后面的人付他的咖啡 第二个人领受这个礼物 然后也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很快地在那个窗户前面 有很大的一个荣耀的氛围 就是很自私 很自私很小气的人 开车到那一个荣耀的云彩里 突然就变得很慷慨 为什么 因为神的同在在那个地方 这不应该让我们很压抑 这不应该让我们很压抑 扫罗王当他不是一个敬虔的王的时候 他进入到那个先知们所运行的 一个氛围里面的时候 他就开始非常精准地在那边发预言 讲神的话 圣经上说他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信徒所做的这些的行为 其实带出孕育出一个氛围出来 我们所带出来的公义的行动 孕育出一个氛围 从在的氛围 so put your hands out in front of you I want to pray for you